在关心疫情的同时也要提醒民众 房屋税的缴纳期限就快要到了 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有一半的屋主没有完成缴税 请记者在5月31号以前完成缴纳 而如果受到疫情影响 可以享有减税或是分期展延缴税的民众 也记得要向税务局申请 房屋税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有一半的屋主没有缴款 提醒纳税人特别注意 以免被加征制纳金 而如果受肺炎疫情影响 可以享有减税或者是经济困难 要分期展延缴税的民众 也要先向税务局提出申请 如果纳税务人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有提供一个几个降税 或一个延分期的一个措施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针对 就是说县府有公告停业的一个业别 像是KTV啦 或是说娱乐场所啦 或是说夹娃娃机店啦 我们会主动的核实去认定是说 调降他们原本使用营业用的房屋水率3% 调降为非住家非营业用的水率2% 去做一个核实的一个调检 那要是民众已经缴纳税捐的话 我们之后税务局也会主动的一个办一个退税 这是第一个部分 主动核实认定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业别啊 像饭店旅馆业啦 或是说民宿业别 如果他们有受疫情影响导致他们的营业面积有减少的话 这份的话也可以主动来跟我们申报房屋使用情形的一个变更 那原商的话我们就是一样就核实认定有营业用的税率 把它调降为非住家非营业用的一个税率 第三个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有受疫情影响导致就是说他的收入减少了 不能如期缴纳的话 我们也有提供就是说 让纳税人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 那延期的话一次最多可以延长一年 那分期的话最多可以分三年 做一个分期的一个缴纳 地方税务局表示缴税方式十分多元 现在疫情紧张 建议大家多使用线上查缴税 利用网络缴税安全又便利 介络会欢事报导